这个课回心起来之后 我感觉真的想吃鸡也了 你一定要听我讲 今天这个话题很重要 那么首先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尼采的生平 尼采是1845年初生在布鲁区 就是现在的德国 他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命名 他的父亲是有牧师 但是在他五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病死了 因为他父亲就病死了 他父亲死了两年后 他的弟弟就死了 因为是病死的味道 他的父亲和弟弟死了之后 他的母亲就带着他 跟他的奶奶一起住 他的奶奶原先和他两个姑姑一起住 而他这两个姑姑也没结婚 也就是说尼采 从小就在全市里面环境里面 那么虽然没有人家是不姓的 但是从小尼采就改变说 布鲁区之城 还是个天主 他不仅学习好 而且学生都也有学会 音乐啊诗歌啊都贵 最夸张的是 他在24岁的时候 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 拿到了当时欧洲最有名的 瑞士巴塞尔大会就会有职业 就会有职业 这个大会